那這個油材料排水呢 是屬於林縣裡面算長度比較長的一個排水系統 油材料早期是屬於農業灌溉的一個排水路 它屬於一個非常遐想 而且它的流速是非常頻繁 所以它在下雨的時候呢 它排水的速度非常的慢 加上它的那個寬度是不夠的 它兩岸提岸的高度也不足 所以在整個下雨之後呢 它沒辦法容納所有下下的雨量 很容易在村落裡面造成淹水 而且淹水的時間會非常的長 在地自動跟以往自動池最大的不一樣是 第一個它不徵收 第二個它不做生挖 所以它不需要花很多的錢 它工程費跟用地費會減少很多 那第二點呢 它的時間會很短 因為它不需要去生挖 我們不需要做很大的工程去做微體 我們不用做抽水站做那些出入流工 所以它的經費會非常少 這是第二個特點 第三個特點是它可以維持原來的使用 那民眾不會因為徵收 喪失它原來蒙保的資格 那它原來可以種田的收入呢 它也可以繼續收入 那額外的它因為淹水以往產生的災 它可以在這邊繁榮有一筆救濟金或補助金的收入 可以改善它農民的生活 整個有材料在地自洪我們規劃的面積大概是1150公頃 那後來實際完成了大概是1111公頃的在地自洪的面積 那整個可以容納的自洪量大概是200萬噸的自洪量 那可以改善下游大概0.9公尺左右的淹水深度 我們透過這個在地民眾自發的利用它的土地 而且不改善它的生活狀態之下來改善淹水 這是我們推動的在地自洪 也是現在非常熱門的NBS的治理觀念 NBS Nature Best Solution 自然解放